昊月当空 第三百三十章 龙皇的无奈 龙当当看到那具大龙头出现的时候 就猜到了原因 骑士圣山以龙族为尊 自己带着小八来此 即使小八在契约空间中 龙皇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龙皇后第一时间就找了过来 毕竟 孩子刚刚出生 就和龙当当签订了契约 然后被带走了 身为母亲 龙皇后怎能不思念自己的孩子 小八扑入龙皇后的怀抱之中 他那三十多米长的庞大身躯 在自己母亲面前显得很娇小 母子顿时亲密无间 江一摇看看天空中的金色巨龙 再扭头看看龙当当 一时之间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 难道是真正的巨龙 可是 就算是真正的巨龙 有这么大吗 这也太大了吧 金云道又何尝不震惊 当他看到龙当当的契约空间时 就已经明白 人家是有坐骑的 所以才拒绝了光明独角兽 那是什么坐骑 看上去像是龙族 可为什么有五个龙头 有这样的巨龙吗 从那坐骑和空中 那大的不像话的巨龙 亲热的样子来看 很显然 那坐骑必定是真正的巨龙 龙当当无奈地叹息一声 他本来是想掩盖身份的 可现在连小八都被看到了 还怎么掩盖 金光一闪 金金基座出现在龙当当身边 他沉声道 我以骑士圣殿金金基座骑士的身份 要求你们 对今天见到的一切保守秘密 金云道和江一瑶同时一惊 顾不得质疑 他看上去如此年轻 就已经是金金基座骑士 赶忙同时立正行礼 江又权衡在胸前 是 龙当当向他们点点头 收回了金金基座 他没有去空中 他上次直接把人家的孩子带走了 还是以血气的方式 虽然这是龙皇的意思 但龙皇后显然非常不高兴 再次见面 自己还是别去打扰 人家母子重逢的好 也就在这时 一个低沉而和气的声音响起 小友 来吧 下一刻 一扇金色光门在龙当当面前开启 龙当当向江一瑶和金云道点了点头 跨入了光门 转眼间 光门和龙当当都消失了 江一瑶和金云道震惊的无以复加 空中的庞大身影已经钻入云层消失了 巨龙 那是真正的巨龙 肯定不是普通巨龙 否则身形不会如此之大 江一瑶激动地说道 金云道眼中满是惊现 是啊 这肯定不是普通的巨龙 或许是龙族的首脑吧 那龙当当学长 是龙骑士 可是 他看上去是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样子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他 咱们骑士圣殿 不是只有三位龙骑士吗 江一瑶迅速比了个晋升的首饰 嘘 别说了 刚才他不是提醒我们要保密吗 这肯定是咱们圣殿的秘密 他很可能是一位前辈 实际年龄并不像表面看上去这么年轻 你没看他是金金鸡座骑士了吗 金金鸡座骑士 至少也达到八阶了吧 八阶强者 怎么可能和我们同龄 金云道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应该就是咱们骑士圣殿的隐藏实力 江一瑶面露向往之色 什么时候 我也能变得这么强大 金云道道 你现在已经有了光明独角兽 想要变强大 只是时间问题 我连坐骑都没有呢 江一瑶道 别急 虽然我已经有了光明独角兽 但刚刚这一幕你也看到了 或许 你还有成为龙骑士的可能呢 金云道眼睛一亮 是啊 如果自己真的能够获得巨龙的青睐 也有成为龙骑士的可能 龙骨 龙当当一步跨出光门 来到了那熟悉的洞窟之中 他看到龙皇那巨大的身形盘绕在洞中 龙皇前辈 龙当当赶忙上前失礼 龙皇向他微微汗手 哦 不错 很不错 你成长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快 说着 一圈金色光晕从龙皇的额头射出 笼罩在了龙当当身上 而下一刻 龙皇巨大的瞳孔骤然收缩 树立 气势也一下变强 龙当当顿时有种被压制的感觉 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 幸好 这种状况 只持续一瞬就恢复了正常 龙皇插一地道 你竟然已经觉醒了血脉之力 能够运用啊 龙当当点了点头 道 好像是可以用了 龙皇有些急促地问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龙当当没有隐瞒 将自己和弟弟获得的灵卢 以及灵卢带来的变化 简单地讲述了一遍 听了他的讲述 龙皇不禁感叹 说起这十二守望者 确实是这个未免真正的守护者 如果不是有他们 恐怕未免已经崩溃了 他们存在的时间 比我都要漫长 你能够同时获得 多尊守望者的青睐 不愧是天命所归 你要好好对待 修补这些灵卢 他们能够带给你的助力 会比你想象中更大 未来你面临更加艰难的挑战时 他们的作用更明显 更加艰难的挑战 龙当当突然觉得 龙皇一有所指 赶忙道 前辈 我这次前来 一个是让您和皇后看看小八 还有就是想请示您 关于亡灵国度的事情 亡灵国度的情况 您知道吗 龙皇的眼神 顿时变得深邃了几分 我当然知道 龙当当道 亡灵国度不断变强 以至于联邦不得不对 他们动手 联邦内部评估 继续这样下去 这些亡灵生物 很有可能会成为 当初魔族那样的威胁 给大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您是当时最强者 而亡灵生物 对任何生命体 都有巨大的威胁 能否请您出山 带领龙族 帮助我们人类 去消灭亡灵生物呢 我的父母 还有空空的女朋友 都被亡灵国度抓走了 听了龙当当的话 龙皇沉默了 龙当当心中 生出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因为他那紫金色的心脏 突然收缩了一下 龙皇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然后缓缓地将庞大的身躯抬起 露出了后半截身体 龙当当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他看到龙皇的下半身 有数道纵横交错的巨大伤口 每一道伤口都有几十米长 上面弥漫着淡淡的灰色气流 令那些伤口无法真正愈合 您 您这是怎么了 龙当当失声问道 龙皇道 亡灵国度比你们想象中还要可怕 不是我不愿出山 而是不能 亡灵国度崛起时 复活了我族先辈 最可怕的是 我的父皇被复活了 我看到父皇 精神失守 被父皇偷袭 受到重创 其中蕴含着非常恐怖的亡灵能量 是父皇体内的尸毒 对龙族有着非常可怕的侵蚀之力 我现在只能勉强控制伤势不恶化 如果我去亡灵国度征战 一旦伤势恶化 我也有变成亡灵龙的可能 到了那时候 恐怕会生灵涂炭 而且 我龙族要驻守在这里 因为这龙骨之中 有我族历代先辈的尸骨 一旦我们离开 这里被亡灵国度占领 你能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吗 听了龙皇的话 龙当当不禁打了的寒战 他当然知道 会出现什么情况 亡灵生物 竟然不止能够复活人类强者 连包括龙族在内的魔兽 也可以 这是何等恐怖的能力 正如龙皇所说 一旦龙族的尸骨被控制 龙皇也变成亡灵龙 那么 带给联邦的 必定是毁灭性的灾难 那您父亲的尸骨 龙当当问道 龙皇沉声道 父亲现在是亡灵国度的古龙皇 如果我在巅峰时期 还能压制父亲 此时真不好说 父亲至少相当于人类九界八级的存在 你们人类只有动用神印王座 才有可能抵挡 幸好 亡灵国度也不敢让古龙皇轻举妄动 否则 我会出手夺回父皇的尸骨 龙当当时带着希望来的 这一刻 他的内心不是失望 而是一片冰冷 亡灵国度的强大 超出了他的想象 九界八级是什么概念 八十万灵力 在整个圣殿联邦 应该都没有这个层次的强者 这古龙皇 应该就坐镇在天灾城吧 谢谢缅下告知 龙当当深吸一口气 勉强压制着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龙皇道 你也不要沮丧 我刚才说过 你是真正的天命之子 否则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智慧灵卢选择你呢 小八的情况 我已经看到了 他伴随着你的成长而进化 进化的速度 比我想象中还要快 继续努力吧 当你站上巅峰的时候 就是直面亡灵国度的时刻 我之所以选择 让你与小八缔结契约 还是血气 就是因为我看好你 我相信 你能让他变得比我更加强大 你明白吗 龙当当道 这是亡灵国度 针对我们兄弟俩的原因吗 亡灵生物能感受到我们的危险 龙皇点了点头 龙当当深吸一口气 有些艰难地道 我父母和弟弟的女朋友 被抓走了 亡灵国度留言 让我们前往天灾城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就算不碰到您说的古龙皇 也根本不可能与亡灵国度对抗 可是 如果我们不去 我们的父母 龙皇淡淡地道 大丈夫有所为 有所不为 面对困难 迎难而上 才能更好地成长 而不是退缩 做你自己想做的吧 有些事情 不是你不做就能逃避的 这次你选择了逃避 那么 以后再遇到同样的情况 是不是还要一直逃避下去呢 龙当当道 您指示我们去天灾城 龙皇摇摇头 不是支持 而是我相信 身为天命之子的你们 没有那么容易隐蔽 很多事情 只有亲眼看到 才能明白 龙皇的话 龙当当听的云里雾里 但他隐约明白了什么 正在这时 伴随着低沉的龙音声 巨大的身影 从外面飞了进来 正是龙皇后 全身覆盖着金色鳞片的龙皇后 心里充满了喜悦 而小八摇晃着五个头 轻密地 趴在龙皇后的背上 龙皇后飘然落地 庞大的身躯盘绕起来 巨大的头伸到龙皇身边 蹭了蹭龙皇的头 然后 才看向龙当当 看到龙皇后 龙当当心中多少有些紧张 毕竟 当初是他把人家的孩子带走了 小八从龙皇后的背上跃下 直接来到龙当当身边 五个大头在他身上蹭了蹭 欢欣雀跃 龙当当摸了摸小八的大头 而后向龙皇后躬身行礼 见过面下 龙皇后哼了一声 道 你还不错 知道带孩子回来看看我们 小八这孩子 进化得挺好 龙当当暗暗松了一口气 道 我和小八像兄弟一样 多亏了他 我才能快速提升 龙皇看向自己的孩子 突然 龙皇搏梗上一块反向生长的鳞片一闪 一道光芒射出 笼罩在小八身上 龙当当愣了一下 就听龙皇说道 新皇初长成 当传龙皇之命 从这一刻开始 他就是我族太子 如我允命 由他继位 下一刻 小八身上突然光芒大放 一股无形的威严 从他身上蔓延出来 在他五个大头之下 分别长出一块金色的逆鳞 灿烂的光辉 令整个洞窟内 变得明亮起来 龙当当立刻感受到 从小八那边 传来许多复杂的知识 这是龙族的